这声音无比肃穆 约含了一种与平时说话不一样的语调 如颂,传遍天地 其话语透着古风 内容更是带着寓意 一如其内所说上表二字 如记,上传玄黄 就连门口的队长 也都在这一刻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起来 不再冲着许青眨眼 而是一步走出 今天的队长 极为难得不再是灰色道袍 而是换了一身与许青一模一样 紫色绣金纹的道袍 他们的道袍 乍一看与戚风弟子相似 可实际上细微之处区别很大 此刻队长站在门口 目光变得深邃 凝望许青,淡淡开口 许青随本殿出行 接下来本殿将做你的护盟人 队长从来没这么说话过 他此刻不但神色肃然 言辞一样如此 开口间深深看了许青一眼 双手抱拳 拇指叠加 举到与眉眼平起处 深深弯腰 几位正式地做了一个倒机 严肃质感迎面而来 许青能感受到了接下来 自己要参与的是无比庄严的仪式 于是整理了一下衣衫 抱拳向队长同样一拜 走去殿门 三步之下到了殿门口 在踏出的一刻 许青心神一阵 他所在的大殿 位于第七峰接近山顶之处 在他的面前赫然是一处巨大的八角形道坛 道坛轻石打造 散出神韵 骑上供奉一尊雕像 这雕像是个中年男子 此刻背着手正遥望远方 看不清面孔 只能看到他身穿祖龙地袍 头戴碧天地观 上方九顶要是滑盖 龙气加深 君临天下 气吞山河 仅仅是雕像 就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势 使得许青瞳孔一缩 但他很快收回心神 看向道坛四周 在这道坛四周 许青看到了至少上千的七血童弟子 这些弟子有男有女 有老者有青年 一个个都穿着似乎很久不曾取出的紫色道袍 满身肃穆 至于道坛的正前方 是一条白石龙纹台阶 足足九十阶 台阶的上方 有一座散出紫色光芒 散出浩瀚之意的大殿 那里是第七封的最高殿 至于苍穹上 此刻云雾缭绕 一头巨大的黑色翼龙在内 使得云层翻滚 一道道闪电随着它的移动 轰隆隆地传遍四方 在那云雾里 赫然有六道高大的身影 好似法乡一般屹立 正凝望大地 这六人有男有女 在其内许青 看到了一封封主 看到了六爷 他们都在望着许青 六爷的墓中 更有鼓励之意 许青心底也在这阵仗下 有些紧张 再次仰望 看到了云雾之上 如神奇一般 屹立在那里 高大至极四能 撑起天地的血色身影 正是七血同老祖 血炼子 他们都在苍穹馆里 七封弟子许青 此雕像是我第七封道统治员 玄幽谷皇 玄幽谷皇是人族最后一任 镇压望谷之皇 你须一败 离起 队长站在许青身旁 目不斜视 凝望道坛雕像 声音严肃 传遍八方 许青低头 抱拳向着道坛谷皇 雕像深深一败 起身的一刻 队长以及道坛四周 所有第七封官里弟子 全部低头 向着玄幽谷皇雕像 七七一败 动作统一 自有气势惊天 一败之后 被四周的氛围渲染 许青表情变得更为凝重 随着队长向前走去 一路在四周 第七封弟子的瞩目下 走过道坛 走到九十台阶之下 在这里 队长声音传出 我被修行 逆天之路 望谷大界 九天十地 故我七封设下白眼九十台 踏上此台 正走九天 登上街顶 试过九地 许青 上山台 队长声如龙吟 绵长无比 许青满身肃穆 抬起脚步 踏上第一个台阶 脚步落下的一刹 第七封内有钟鸣回荡 东 钟鸣厚重 声音一起 天地色变 风云卷动 许青心神一宁 一枚玉剪从其怀里飞出 正是仆从所给 此刻 这玉剪散出璀璨之芒 漂浮在她面前 随她一同前行 好似指路明灯 更在这玉剪光芒中 一幕被人流影的画面 借助此光 映入许青的脑海内 画面里是一处 拾荒者营地的斗兽场 里面一个穿着皮袄小脸 满是脏迹的少年 正拖着一条大忙远去 一旁的作息中 坐着两个外人看不见的身影 一个是七爷 一个是仆从 他们正看着许青 七爷的声音 带着一些感兴趣 轻声回荡 这少年 有趣 许青眼睛睁大 斗兽场内的少年 自然是他 这一刻 许青也终于明白 为何会有之后 自己来欺血童之事 这是缘起的一幕 在许青 这里心神震动中 他不知不觉 走出了八个台阶 走到了第九个台阶上 第七封的钟鸣 带着敲经击石之意 传出第二声 震耳欲聋 许青前方的预见 光芒闪耀 许青的脑海 浮现出了第二幅画面 画面里 一个少年 蹲在阴暗的胡同角落中 在一个高瘦的 拾荒者路过时 少年一跃而起 直接从后捂住 那拾荒者的嘴 一刀割了对方脖子 画面内 一旁的屋顶 七爷坐在那里 目中露出赞赏 有趣的小家伙 许青呼吸微粗 他明白了 彻底鸣雾 直至第三声 第四声 第五声 第六声 钟鸣陆续传出时 许青已走很远 一声钟鸣 走九个台阶 六声之后 已到五十四五阶 那钟鸣一声 比一声巨大 一声比一声磅礴 一如他脑海的画面 一幅比一幅 让许青心神掀起波澜 第三幅画面 是他穿着新衣服 小心地避开泥潭 一旁七爷好奇 他为何换了衣服 第四幅画面 是他斩杀胖山 中了毒在月色下 亮呛远去 屋顶上七爷笑了 第五幅画面 出现了百大师 七爷在百大师帐篷内 临走前 说了的一番话 百大师 你若真觉得 那小子是个可造之才 就多传授他一些知识吧 让他有机会 在七血童成为一个 有修为的学者 第六幅画面 是雷队 百大师 小女孩相继走后 许青一个人在屋舍内 默默融入黑暗中 被孤独笼罩的一刻 他的屋舍大门外 七爷轻声开口 给他一枚白色令牌 许青身体颤抖 他之前有很多猜测 直至现在明白了缘由 他抬起头遥望山顶 走到了第六十三台阶上 第七声 钟鸣传遍天地 接着是第八声 第九声 钟鸣中 遇见光芒依旧闪耀 许青看到了第七幅画面 那是他来刚来七血童 深夜里在法州的飘摇间 拿起酒壶 敬父母 敬雷队 敬自己的生日 第八幅画面 是许青在海失足 被追杀 第九幅画面 是他与圣云子庙宇前之战 许青心中浮现 难以形容的情绪波动 随着遇见光芒的暗淡 重新回到他的怀中 许青走出了第九十步 踏上了最后一个台阶 他看见了那座浩瀚的紫光大殿 看到了殿内坐在那里 凝望自己的七爷 七爷的身边 还有二殿下与三殿下 今天的七爷 在衣着上比以往要隆重太多 流云紫袍在身 头发盘起带了壁空九蟒道观 目光如电 端坐之时 浑身上下浩瀚惊天 许青 说话的不是大殿内的七爷 而是一路跟随许青走来的队长 正走九天试踏十地之后 当静苍穹大地 你须转身三拜 离起 队长声音响恶行云之时 许青转身 站在这九十台阶上 望着苍穹大地 三拜 起身的一刻 队长与道坛四周弟子 同时向着天地三拜 这种种的一幕 无不透出庄目之意 每一道仪式都是带着深意 乱是修行至宗 一切都可从简 一切利益至上 可唯独祭族与收徒 不能如此 必中一事 道本虚空 非经不可以明道 道在经中 非师不能得其理 玄游古皇 开创伟业 故我人族虚一拜 天地玄黄 承载万千 故我人族虚三拜 但古皇高高在上 不曾恩你 天地众生苦海 不曾度你 为师之身上天陆地 恩你今生 度你来世 竭尽所能 共走大道 故你须九拜 队长声音在这一刻 撤向云霄 震天汉地 许清转身 凝望大殿内的七夜身影 低头 九拜 一拜古皇 三拜天地 九拜师尊 九拜之举 为队长可与许清一起 道坛四周重修 只能低头肃穆 没有资格去随许清一起拜 九拜之后 许清上前 队长挥手间 一个紫色的茶杯 出现在手 递给许清 许清深吸口气 踏入紫光殿内 敬丝茶 许清低头 走出三步 双手端茶 高举一径 几乎就在他将茶杯举起的一瞬 外界苍穹突然风起云涌 远处可见一道道滔天剑气 带着昏天暗地的血色 好似一张要覆盖苍穹的血色大手 向着七血童这里 轰鸣临近 凌云剑踪 兴师问罪 降临而来 更有蕴含无尽杀意的声音 从那片弥漫八方 具备无穷气势的剑气血海内 传遍七血童 全宗每一寸范围 血链子 将你宗剑敏许清 交出给我